我们的这个唐老师后 从这个星座来看一下 什么样星座 阿公跟阿嬷 还是老婆妈妈 男生女生 这个发红包的时候是最大方 来看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阿公阿嬷 各自有三个 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最大方的阿公好了 好不好 最大方的阿公 第三名呢 就是太阳月亮 要看阿公的太阳月亮 或者是你自己以后当阿公的话 对 那文英阿姨的这个月亮星座 是在射手座 太阳是处女座 好 第三名 太阳月亮如果落到了 射手座的阿公 射手座阿公 可是基本上射手座的阿公 是会有条件的 所以为什么排在第三名 譬如说他想要对你大方 可是他又不想把你教坏 或把你宠坏 所以他会说 我今年给你这么多 可是如果你不努力的话 明年就没有了 他其实不是 有鼓励性 对 他其实不是说不给你 他是想要激励你更好 所以这个阿公呢 他就是给的时候会 跟你讲一下这个话 好 第二名 第二名是太阳月亮 如果落到了 摩羯座的阿公 为什么 因为摩羯座他觉得 就是为了自家人 尤其是摩羯座 他对他的儿子可能是严厉的 可是对孙子他绝对是非常大方 疼得跟什么似的 什么都买给你 所以当然就是无限制的付出了 然后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月亮如果落到了 双子座的阿公 我们青牛座的黄老师上方了 我不是阿公 我不是阿公 没有 我说如果啦 没有老年人 对 我知道 我说你哪是做阿公 对 哪是说 双子座是属于那一种 他觉得就是开心嘛 一年一度啊 其实他平常也乱给 可是一年一度他就更会乱给 所以有双子座的阿公是不错的 撒嬌一下他就龙兴大悦就给你了 对啊 其实也是不是坏事啦 好 那我们来看阿嬷咯 好 来看文雅有没有上帮 这个阿嬷有没有大方 好 第三名太阳月亮如果落到了 烟蝎座的阿嬷 加千啦 文雅 我 我一定很大方 对 为什么这样 这个是才第三名 不是第一名 也不错了啦 不错啦 太阳月亮 有镜榜就不错啦 对 太阳月亮在天蝎人 就是疏 狼 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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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天蝎座还有一个特色就是 他平常不想给他们小钱 那到了过年这种时候 他就觉得要做一下公关 不可以让人家觉得 我这个阿嬷很小气 所以他宁可一次给你大的 他也不要平常都给你 然后让你觉得 你其实给我是应该的 他不要那种平常养成的习惯 就是一定要让你有那个急 印象深刻 重急 对 然后又觉得我对你很好 那天蝎座喜欢听到人家说 谢谢你对我最好了 他就很高兴 苏老母苏丁 然后第二名 最大方的阿嬷是太阳月亮 如果落到了高老师上榜 天秤座 我阿嬷 不是我阿嬷 我妈 对 我妈 其实天秤座很大方 我妈现在变阿嬷了 对 因为他就是 他会到了年纪大一点的 天秤的阿嬷 一定都是把心思放在家人身上 对 真的 对啊 当然都是把鸭香宝翻出来 他的零用钱存了半年 就是这个时候要发给大家 大家开心一点就好了 对 很开心 他觉得这个是用钱都买不到的感觉 对 他花得心甘情愿 当然就很大方了 好 第一名 太阳月亮如果落到了 母羊座的阿嬷 这个母羊座的阿嬷就是那种 他基本上就像阿公一样 他就是会吆喝大家 来干什么 来弄什么 然后可能就是 来 大家来打牌 然后小孩子如果没有什么兴致 他就会说 我出钱 钱对他不是问题 你们愿意回来 你们愿意来玩 或者是他觉得很开心 这是最重要的 对 奇怪 那我是很大汪 为什么没有上班 你可能第四名 你第四名 比如说你刚刚已经想过了 就是你给我多少 我就多少还给你 对 就是你不贪心 可是你也不会多给他惯坏 因为月亮在射手 还有太阳在处理的 你会想很多 你会去想说 考虑他的状况 然后再 这个钱给小孩子 他会不会管 他管不动 他会不会去乱花钱 养成他乱花钱的习惯 我就罪过了 所以处女座 还有月亮射手 都会想多一点 的阿嬷 会想多一点 会比较严厉一点 所以这些 这旁边三个是阿公 这旁边三个是阿嬷 大家参考一下 跟他们凹一下 阿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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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